初埃及记 第38章 同坐的 又为坛做一个铜网 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 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为铜网的四角 住四个环子 作为穿杠的用处 用造夹木做杠 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 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抬坛 并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他用铜做洗桌盆和盆座 是用会幕门前 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他做账目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 用碾的细麻做围子 宽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 戴毛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北面也有围子 宽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 戴毛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西面有围子 宽五十肘 围子的柱子十根 戴毛的做十个 柱子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东面 宽五十肘 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 那边也是一样 围子的柱子三根 戴毛的做三个 在门的左右 各有围子十五肘 围子的柱子三根 戴毛的做三个 院子四面的围子 都是用链的细麻做的 柱子戴毛的做是铜的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院子一切的柱子 都是用银杆联络的 院子的门帘 是以绣花的手工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链的细麻织的 宽二十肘、高五肘 与院子的围子相配 围子的柱子四根 戴毛的铜座四根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账目一切的角子 和院子四围的角子 都是铜的 这是法规的账目中 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 是照摩西的吩咐 经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马的手数点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犹大支派 霍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萨列做的 与他同工的 有弹支派中 亚西萨摩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 他是雕刻匠 又是巧匠 又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绣花 为圣索一切工作使用所现的金子 按圣索的瓶 有二十九塔连德 并七百三十摄克勒 会中被蜀的人所出的银子 按圣索的瓶 有一百塔连德 并一千七百七十五摄克勒 凡过去归那些被蜀之人的 从二十岁以外 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圣索的评 每人出银半摄克勒 就是一笔家 用那一百塔连德银子 铸造圣索戴卯的座 和曼子柱子戴卯的座 一百塔连德 拱一百戴卯的座 每戴卯的座 用一塔连德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摄克勒银子 做柱子上的钩子 包裹柱顶 并柱子上的杆子 所现的铜 有七十塔连德 并二千四百摄克勒 用这铜 做会幕门戴卯的座和铜坛 并坛上的铜网 和谈的一切器具 并院子四围戴卯的座 和院门戴卯的座 与帐木一切的角子 和院子四围所有的角子 路加福音 第九章 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拆遣他们去宣传 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见证他们的故事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分封的王西律 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又活了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使徒回来 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 暗暗地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伯塞大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 虚医的人 日头快要平息 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 请教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 去借宿找吃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 两条鱼 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 就不够 那时 人数约有五千 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拨开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板子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 众人说我是谁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 一个先知又活了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窃窃地嘱咐他们 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赋与圣天使的荣耀里 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神的国 说了这话以后 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伊利亚 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这是他在耶路撒冷 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 既清醒了 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这样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他却不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 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 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 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第二天 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 其中有一人喊叫 夫子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他被鬼抓住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风 口中流磨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唉 这又不幸 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 带到这里来吧 正来的时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地抽风 耶稣就斥责那乌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诧异 神的大难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 存在耳中 因为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 这话的意思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为大 约翰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 一同跟从你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 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 约翰看见了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 责备两个门徒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 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 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主 让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辞别 我家里的人 守抚这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诗篇 第五十篇 雅萨的诗 大能者神 耶和华已经发言 招呼天下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我们的神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 他招呼上天下地 为要审判他的灵 说 招聚我的圣民 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 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 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我的民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烦记 藏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内娶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赎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寄宪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其实你恨恶管教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见了盗贼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你口认说恶言 你舌编造诡诈 你做着毁谤你的兄弟 缠毁你亲母的儿子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你们忘记神的 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无人大救 凡以感谢献上为继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是他得着我的救恩